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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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向走去 Holy crap 原来是妈妈和大叔在搞 他接受不到 他没想到妈妈有那么淫荡的一面 先为人知 他到处乱跑 啊 大叔叫妈妈别担心 既然他们是相爱 儿子自然会接受 儿子把怒火转成浴火 然后想找女友出火 他要霸王硬上弓 女友说 不要 你死开 儿子跑得出去 儿子很失落 为什么女友始终都不肯给他 这时 猪客来到海边要自杀 儿子去救了他 儿子被他回家休息 哇 妈妈正在手睡当中 猪客却要搞儿子啊 不是啦 儿子又梦已 这天 好友又找儿子去玩耍 他们在某处看见猪客 儿子问猪客 要Joy 他们去喝酒吗 猪客来到好友家喝酒 喝到三更半夜 这时 娜娜来送外卖 服役中 遇见儿子 娜娜胡思乱想 觉得儿子不喜欢他 是因为刚刚那位租客 他做U-turn 想要回去问个究竟 好友已经追倒 但是隐隐约约 看见他们在客厅打炮 娜娜朝着撞 G 的声音走去 哇 他目睹到儿子 在抽送租客 不用问了 事实摆在眼前 这时 好友醒了 在楼下看群体风光 可能是要报复吧 娜娜和好友搞起来 儿子去房间找好友 他自己也吓到 想不到娜娜和他会搞起来 某天 妈妈无缘无故的找来好友 他要和好友搞啊 不是啦 是好友在打手枪 你在干嘛 好友说 对不起 我不要黏 是我错 儿子问怎么了 他看见是妈妈的 AV DVD 他对好友全打脚踢 他不知所措 他去找大叔 你和妈妈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我不管 我不喜欢你们在一起 你以后都别来找我妈妈了 儿子讨厌妈妈 他煮的饭菜也不想吃 突然妈妈打来 原来大叔要自杀 还好他没什么大碍 看见妈妈那么伤心 儿子也很心疼 他觉悟了 他不应该拆散妈妈和大叔 他对妈妈说 对不起 是我的错 你和大叔的事 我不反对 你们继续相爱吧 大叔醒了 他和妈妈 有情人 忠诚眷属 而孩子决定离开乡村 去马来西亚深造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棒打鸳鸯是不对的哦 分分钟会搞出人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